黄胆黄胆 就是说我们血中的胆忽数的一个 增多超过了 人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代谢的一个值之后 成为黄胆 发生在小新生日期的叫新生黄胆 为什么说 败血症可以引起一个新生黄胆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败血症就是一个严重的感染 尤其是对于年龄低下的 小新生儿来说 更容易合并一些感染 它感染之后会产生 由于我们血中的有的细菌 它会破坏红细胞 造成一个红细胞的破坏增多 而且由于感染 也会造成一个肝胀功能的损害 所以说它会造成一个 新生儿黄胆的一个增加 所以说有些孩子感染之后呢 就会造成一个黄胆的一个明显一个增高的问题 它不是说由于黄胆引起的一个败血症 而是说由于败血症所引起的黄胆 所以说当我们 当我们把黄感染所治好之后 它的 这是一个小胆 我当我们的血症所引起的 就会造成一个小胆